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这间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1月14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 这个俄罗斯的大型巡逻舰 德尔扎文号在自己的港口被炸 俄方说是德尔扎文号 误入了自己部的水雷阵 七星水雷阵 所以受了重伤 但是今天根据乌方的报道 来自乌克兰安全局的消息 乌克兰安全局与海军联合行动 使用海因试验无人机 攻击了俄军的德尔扎文号巡逻舰 这个乌方还说了 还有这个叫布延号导弹护卫舰 也遭到攻击 乌克兰情报局还说 他们还攻击叫俄军的叫阿尔罗萨号潜艇 攻击潜艇 但是呢这个阿尔罗萨号潜艇 侥幸逃脱了乌军的袭击 但是这个布延号导弹出局舰 还有这个德尔扎文号巡逻舰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两支军舰都被击中 根据这个现场画面 一个是德尔扎文号据说是摧毁了 没有更进一步的报道 但是那个布延号也是起了火 冒了黑烟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个在塞瓦斯图巴港的港口 俄罗斯布延级轻型护卫舰 被发现在海湾口冒出浓浓的黑烟 有人员上完报告 那俄罗斯的黑海军队 到底还剩几艘水面舰艇和潜艇 能够出动 现在也成了迷了 跟他们的舰队的总司令一样 成为一个迷 就不知道什么状况 但这时间10月12日 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图巴的防空警报 持续了45分钟 在此期间 克里米亚大桥的公路交通 暂时中断 目前已经恢复 这个是央视新闻报道的 塞瓦斯图巴港也遭到了乌军的袭击 这个恐怕真是世界海军死的一个奇迹 一个没有军舰的海军把世界第二强的 这个有航母 有核潜艇 导弹驱逐舰等等 各种军舰的这么一个黑海舰队 居然按在地上摩擦 打得没脾气 爆头数算 打得找不着北 找不着家了 旗舰现在也在黑海海底 闭关修炼了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宣布 说截至目前 已经有19艘船只 通过乌克兰设定的黑海通道 运载74万吨粮食和其他货物 前往全球市场 同时还有更多的船只等待装载 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目前 乌克兰已经不需要什么 俄罗斯的黑海粮食协议了 你爱加入不加入 总之乌克兰自己就能保护好山船 安全出海 他自己保护了一条航道 不带你俄罗斯玩了 乌克兰有这个实力 这也不能怪乌克兰 这主要怪这个俄罗斯黑海舰队 你看现在啊 他的司令到底什么状态不知道 能不能指挥 把黑海军队能不能收到来自司令的这个指示 这个都是个谜啊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你这个即便有人指挥吧 出动一艘巡洋舰或者导弹护卫舰 你自己家门出不去啊 他把黑海那个港口啊 搞了个大门 一个水闸啊 他为了防止这个乌军的无人艇 进去袭击啊 停泊在这个靠岸 在这个港口的岸边的这些军舰 所以他在外面搞了一个大门 每次军舰出去要遥控一下 这大门的开 他在那出去 然后他在附近啊 布了水雷阵 所以这个俄军的军舰 即便能出大门 也不一定能出得来那个水雷阵 你说是历经千仙万险啊 出个港口就很麻烦 完了出了港口之后 有可能啊遭到这个乌军的无人艇的袭击 还有无人机 还有海湾星导弹 都给他画了边界了 就哪地方你不能去 去了肯定挨揍 还有无人艇 你说这个黑海阵队他没法弄啊 他怎么去执行任务啊 去拦截乌克兰的那些运粮船呢 他自身的难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乌克兰他完全可以保护这个粮道的安全 所以说你回头看一看 这普京七月份呢 单方面退出黑海粮食协议 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机关酸劲 结果自己吃了亏 而且还丢了人呢 国际上连非洲那些小兄弟 都瞧不起普京啊 那个南非的总统已经说了 你俄罗斯不要把那个什么几万吨粮食 免费送给什么非洲 说我们宁愿买 因为你的粮食后面 跟随着是武装暴动 政变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我情愿自己花钱 你说普京都没面子 现在黑海 没他什么事了 关键是乌克兰把俄罗斯在这个 黑海上六个港口啊 是给它封锁的 你的用粮船 你的这个用石油的船 人家是要攻击的 这确实难以想象啊 这个黑海舰队居然被打成这样 打残了 去年这个时候 我说乌军三班辅 第一条叫歼灭黑海舰队 结果一年时间人家真做到了 你说这乌克兰你不服是不行啊 你得佩服的 现在就差一个扎布罗热 切断大陆桥 那个克里米亚大桥 那是分分钟的事啊 随时就给它摧毁 现在重点啊 就是扎布罗热大陆桥 双方在那拼死争夺啊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啊 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 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 扎布罗热进行进攻行动 双方在哈尔科夫地区 辛吉夫卡和伊万尼夫卡 卢干斯克地区的马基耶夫卡 顿涅斯克地区的托内克 佩尔沃迈斯克 谢维尔斯克 马林卡 进行了55次交战 打的还是很激烈的啊 马里乌布尔市市长顾问呢 叫安德里夫声科 声称啊 在乌军反击之下 顿涅斯克州 亚西努瓦塔 霍利夫卡之间的一座公路桥被炸毁 俄军后勤 受到严重影响 炸桥了 乌军总参博部报告称啊 在过去24小时内 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地区 损失了91辆专甲车和34辆坦克 俄军对阿夫迪卡进攻失败 暴露出俄军军事指挥啊 已经无能到了自杀的程度 其人肉波烂般的步兵攻击 是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没有空中支援的专甲纵队 则被派往雷区进行自杀式袭击 这个啊 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个 俄军指挥部的这个无能 将帅无能 类似三军啊 在巴赫木特发现啊 乌军已经将俄罗斯军队 从安德里夫卡以东的铁路线驱赶至 奥德拉迪夫卡 在克森以北 俄罗斯人正试图大规模反击 乌克兰突击部队坚守阵地 我们再看这个军事援助方面啊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 乌克兰很快将收到用于新防空系统的香尾车导弹 这是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说的 根据这个新闻周刊的报道啊 美国将很快向乌克兰移交大量的反坦克导弹 该款导弹射程可达90公里 摧毁敌方坦克和转甲车 实现是一种无人机啊 自杀式无人机 欧洲委员会大会啊 10月12号通过决议 承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 这个乌克兰的大饥荒 大家还有印象 应该是上个世纪30年代 就是19三几年 应该是那个时候啊 我记得是三几年三七年 大家知道乌克兰那个大平原啊 实际上乌克兰是世界粮仓 没毛病啊 它那个地方粮食还高产 产量还高 土地肥沃 气候适宜 但是在那个世界粮仓 居然饿死上百万的乌克兰人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回祸首当然是苏联 这个算是对乌克兰人民啊 蓄意的屠杀 所以这个欧洲议会大会啊 承认这个大饥荒 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 最近啊 总有人提起啊 中国的一个神奇的公司 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啊 就是乌克兰不有一个 生产这个导弹飞机啊 发动机的叫马达西奇 马达西奇公司啊 是乌克兰甚至世界上的 比较先进的一个发动机制造公司 随着俄军啊 对乌克兰的空袭 俄军重点打击乌克兰的这些军事目标 那么这个马达西奇啊 实际上也是在俄军的打击范围之内 那现在这个马达西奇航空公司啊 应该是受到了战争的这个损伤啊 已经被俄军导弹打击过 具体上到什么程度不太清楚 一度有穿严啊 就吵得沸沸扬扬的 中国一家公司 名字叫天交啊 但是他一会儿叫重庆天交 一会儿叫北京天交 航空公司啊 收购马达西奇 很多人呢 心以为真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什么重庆天交 还是北京天交啊 航空公司 他背后都是叫信威集团 这个信威集团和他的老板叫王晋吧 那是想当当的人物啊 是中国资本市场 不输贾跃亭 就是这个信威集团老板说他第二的话 贾跃亭也不好意思说自己第一 就这么一个人物 关于信威啊 关于天交 大家看一段视频 看看这个信威集团在资本市场 到底是如何的牛 让这个贾跃亭呢 自己都不好意思 大家看视频 3300亿挖运河 扬言六年发射32颗卫星 如今亏147亿 被退市老板跑路 2021年5月25日 中国A股市场上 有四家公司 几乎同时宣布退市 其中三家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 一家来自深圳 截止收盘 近五个月时间 2021年公布A股退市公告的上市公司 就有14家 花200亿买发动机的信威集团 也濒临破产的状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多数人 不应该太了解信威集团 但这家前上市公司和创始人 在行业和商界都很有名 信威集团 是一家非常擅长制造热点的公司 只要国家兴起哪个项目 信威集团就要在市场上做哪个项目 就跟明星一样 制造话题 把自己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信威集团花了3300万元 建造大运河 和200亿元购买发动机 不仅如此 在王静的领导下 信威集团还做了许多轰动一时的事情 信威集团成立于1995年 领导小组为中央企业大唐电信 和几名国际学生 当时 信威集团拥有六项核心技术 第一任董事长是李世和 信威集团在资金和实力方面 绝对吊打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 但无奈不会做生意 2010年 信威集团濒临破产 此时谁能想到 2011年 一家喜悦中心的老板 成为了信威集团的董事长 当上了昔日风光无限的 信威集团的董事长 2016年 信威集团受到各类投资者的质疑和欺诈 该公司根本无法签署这么多订单 也没有那么高的收入 2016年12月 一家网站发布了一份一万五千字的报告 揭露了网警的欺诈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 在信威集团谈下的所有项目中 负责放贷的都是国开刑 信威集团用这种方法 从国开刑手里 骗取了280亿元的贷款 2017年底 国开刑向信威贷款2600万美元 用于柬埔寨项目 无需出局担保 王靖的10亿股股票 也被抵押给国开刑 套现约200亿元 这意味着 国开刑至少向信威提供了280亿元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王靖的人气达到了顶纵 尼加拉瓜项目 耗资500亿美元的运河项目 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但尼加拉瓜运河项目 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想法 早在1567年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就有类似的想法 1884年 美国还与尼泊尔签署了正式一项书 但最终选择了巴拿马计划 根据他的计划 到2019年 信威将发射至少32颗卫星 形成自己的卫星通信系统 随着尼加拉瓜运河项目 和卫星的日益升温 王靖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他控制的信威集团市值飙升 一度超过2000亿元 2016年 王靖以230亿元的财富 在中国排名第81位 在信威集团市值最高峰期 王靖的持股价值 一度高达480亿元 上个月25日 一天内 有四家上市公司告别A股 其中 Street信威直接跳过退市整理器 已于6月1日完成退市 这家市值近2000亿元的公司 极善于制造热点概念 军工 卫星 武克等一个部落 他计划在2019年 发射32颗或更多的卫星 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通信系统 让新威集团运营的卫星 覆盖全球95%的人口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卫星运营商之一 几乎覆盖全球 计划引进乌克兰航空发动机技术 使中国航空技术至少进步十年 就这样 王靖在中国越来越出名 业内分析师对他赞不绝口 称他的行为是大国崛起之资 神忽悠一个接一个的被骗 信威的股价继续飙升 2015年 信威市值突破2000亿大关 王靖身家102亿美元 成为世界前200名超级富豪 2016年12月 网易金融发表文章质疑信威集团金融欺诈 尖锐指出信威一直在编织各种谎言和金融欺诈 其柬埔寨业务 王靖简历真实性 整个公司负债累累 称信威集团神秘股东 大部分股票高 现金巨额财富 2016年12月底 Street信威紧急停牌 直到2019年7月才赴牌 停牌两年半 网易财经的文章揭示了信威集团 通过担保换取收入的真相 信威的客户柬埔寨信威 原本是信威子公司重庆信威设立的分公司 2011年8月 柬埔寨信威获得柬埔寨4G全营业执照 重庆信威将其转让给柬埔寨的一家公司 和三名自然人 双方定下了30亿的订单 在被资本疯狂鼓吹的那些年 各路人马拿出真金白银 抢着上车捞钱 即使有人站出来提出质疑 也被外界完全忽略 大家似乎很有默契般不愿在谎言中行为 直到谎言被残酷拆穿 游戏才进行不下去 我想贾雨婷看完了这个介绍 都自己感觉自己格局低了一点 因为他就知道玩电视机嘛 玩手机玩生态 后来出去了玩行动员汽车 搞了搞去都离不开地面呢 你说这个信威集团 那是没有他做不到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国际热点 什么热他就做什么 完全脱离了这个地球的吸引力的束缚 什么地面呢 你哪有机会的就去哪 发射卫星 制造飞机 没有一件事能难到他 事实证明呢 他就是个骗子 空手套败了 我记得啊 这个信威跟这个马达西奇公司之间的故事 我在两年前 不是两年前 就是2022年 大概四五月份 做过一个节目 一年半前 实际上这个信威啊 他利用这个重庆天交 还是北京天交啊 韩国公司 是他的一个壳去收购马达西奇公司的股份 实际上他就典型的就是空手套白狼 拿着马达西奇到国内资本上讲故事 在国内资本上讲过故事之后 他拿到钱 反手要再去融资 再去乌克兰 跟乌克兰人讲 我要把你这个马达西奇买下来 把你整个的搬到中国去 实际上就是一个空手套白狼 这乌克兰人呢 当然也有美国人的事啊 他们通过调查 发现这家公司就是个骗子公司 忽悠 所以人家乌克兰就叫停了这个合作 一方面啊 当然了咱们不能说单一原因呢 他有很多原因导致的 就一方面他这个动作太大 马达西奇虽然说在乌克兰活得不怎么样 他的技术啊 那恐怕是世界数一数二的 就在那个领域啊 但是他效益非常差 从那个公司角度啊 因为他也是私人公司啊 人家愿意卖套现 人家也愿意你战略投资 给很多的钱 那他们就改变这个现状 效益会越来越好 这个重庆天交啊 在重庆找了一个工业园 也是拿这个题材啊 做讲故事 跟重庆市政府啊 拿了一块地 配套的啊 免费 然后重庆政府好像还给了十个亿 这多少数字我可能忘了 说的不准 总之地方政府一听说这么大一项目 搬到我这来 他要在重庆建一个乌克兰城 乌克兰专家城 那重庆市政府一听 好事啊 政府还出叫引导资金 或者叫先导资金 他拿着这个又去讲故事 来回就这么空手逃白狼 乌克兰人引起了警惕啊 实际上那个时候 中国跟乌克兰之间的 这个军工方面的合作是非常多的 但是没有这么成规模的 人家都是零敲碎打 把乌克兰的专家呀 某一方面的专家 或者哪几方面的专家 把这些专家请到中国来 甚至有的把全家都安置到中国 给他钱 让他在中国的这些寒天研究所啊 或者是什么那些工厂 或者是实验室去工作 全家的都弄过来 他甚至有的地方是建乌克兰城的 很多乌克兰人在那 所以大家在网上也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的这个军工的突飞猛进 有乌克兰人的功劳 这俄罗斯是封杀中国的军事技术的 他不给 乌克兰人给 因为乌克兰人他经济不好 没钱呢 这个能卖钱 有很多人呢 我能理解啊 他认为 如果这个事情谈成了 他都多好啊 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 你这个靠骗是不行的 做生意就得讲诚信 通说空手套白狼 这种今天骗这个明天骗那个 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实际上是败坏了中国企业家的名声 最后是鸡飞蛋打 猪篮大水一场空 你从新闻集团做事就知道了他没有这个实力 真的引进马克西姆这个公司 所以说啊 不要埋怨说乌克兰人 美国人啊 强行的阻止了这项交易 首先是你是个骗子 如果你不是个骗子 那这个乌克兰政府 还有美国从中阻挠 那咱都得骂 你第一个航母都是从乌克兰买的吗 那个图纸 不都是人家卖给你 对吧 你实大实的做生意 那乌克兰人还是愿意的 所以小粉小红啊 把这个全部怪罪在乌克兰政府上 怪罪在美国 他自己不知道 这个新闻集团就是个骗子 最后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啊 现在好像这个喝早酒啊 醒了 酒懵子啊 好像通脑正常那天 他说啊 西方梦想分解俄罗斯 他这么说的 他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 谢尔盖雷纳什金表示 这个雷纳什金啊 我有印象啊 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刚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普京不是把所有的这个手下大将叫到面前 挨个挨个过关嘛 就是问你们什么态度 就让大家都要担责任 就是我发动这个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啊 可不是我一个人意思啊 你们每个人表态什么意思 所以轮到这个雷纳什金说话的时候 大家可以找那个视频看啊 这哥们深深的啊 哆嗦的讲不出话出来 前言不大后语 话都说不利索 普京后来逼急了 就问你 是还是不是 大概这意思啊 估计是吓坏了 吓傻了 这回好像头脑灵光了 这个雷纳什金表示啊 说西方分解俄罗斯的梦想 一旦被实现 将使欧亚大陆陷入 可怕的民族和宗教冲突 他还说啊 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非常清楚 这类荒诞的目的 一旦被实现 那么就会导致欧亚大陆 陷入民族和宗教冲突中 当然美英的低缘政治专家 也都明白这一点 这再次证明了 他们对引燃欧亚大陆想法 有多么疯狂 他这个意思 就有点这个叫威胁 恐吓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把我俄罗斯要奋解了啊 那马上就宗教冲突 欧亚大乱 你们看着办 你们是懂的 你们都知道这个后果 那你们还要制结俄罗斯吗 你看 他就是要挟这个世界 有很多人 小黄也是这么认为的 实际上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宗教啊 他就是东正教嘛 还有个高加索地 就是伊斯兰教 剩下的还有佛教 萨满教 这佛教萨满教 他根本不容考虑 他本身 他就不是那种极端宗教 当年啊 清朝的皇帝 在蒙古地区啊 推行这个喇嘛教 他目的就是让这个蒙古人呢 放下秃刀 少看看沙沙的 多放羊 大家可以找这方面书看看啊 总之这个康熙啊 还有这个雍正 他们就在这个蒙古 就是上层啊 推行这个 应该叫皇教吧 喇叭教 他目的就是为了 让蒙古人呢 蒙古族 不要打打沙沙的 那就是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 就是卡多罗夫这些人 他能陷进多大的浪呢 中亚地区也是伊斯兰教 大家有印象吧 就是哈萨克斯坦 什么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甚至车臣啊 这个伊斯兰教 实际上他早就世俗化了 世俗化了 就是他 他那个地方 虽然信奉伊斯兰教 但是伊斯兰教 沙利亚法是在 国家的法律之下的 你看那个托卡耶夫 不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吗 不是他说了算吗 他上面哪还有什么宗教 什么领袖啊 对吧 中亚这些国家早就世俗化了 实际上俄罗斯国家内部的 也会信奉 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加募共和国 他早就世俗化了 世俗化的这个伊斯兰教 他没有那么激进啊 那么疯狂 所以这个俄罗斯解体 就会导致宗教冲突 民族冲突 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 因为苏联解体 大家看一看 回忆一下 苏联解体之后 没有出现任何什么宗教冲突 民族冲突 有冲突的就是俄罗斯 动不动打格鲁基亚 动不动打乌克兰 动不动打这个克里米亚 搞撤城战争 都是俄罗斯 这回后手是俄罗斯 不是什么宗教 也不是什么民族矛盾 是俄罗斯的这个扩张的心理 所以呀 把俄罗斯给肢解了 反而是有利于欧亚的稳定 俄罗斯的这个扩张策略 扩张的心态 实现是妄恶之源 所以把俄罗斯给肢解了 反而矛盾就没有了 这俄罗斯人呢 跟其他民族 也就能和睦相处 所以说 俄罗斯的这邻国啊 大家只是不说而已 大家都盼着俄罗斯赶紧解体 别撑了 硬撑 有什么意义呢 迟早是要解体的 倒是其他国家都无所谓 你说美国 英国这些国家 它都是光旺 只是你解体了也好 不解体也好 它都是光旺 相反是俄罗斯周边这些国家 天天盼着俄罗斯赶紧解体 一秒都不要耽误 你说哈斯克斯坦 他不盼着俄罗斯解体吗 你说蒙古 他能不盼着俄罗斯解体吗 你解体了 他们日子就好过多了 想跟谁交往就跟谁交往 想跟谁发展关系就发展关系 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呢 认为俄罗斯一解体 那么欧亚就陷入这个 可怕的民族和宗教冲突 这个就叫弥知自信 他不知道 他们才是冲突的根源 好 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